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AMD之前官宣计划成为台积电亚利桑纳柱厂的首批客户,届时会委托代工高阶、GPU和CPU。 不过消息人士透露,让客户选择要在哪座厂房生产晶片,违背了台积电现有策略。 这会降低分配产能的弹性,进而压缩毛利。 据传,客户若想使用特定厂房,得跟台积电独立签约,可能要支付较高价格或提前存入定金。 除此之外,台积电虽愿意加码投资美国厂,当地制成的投产时间却落后于台湾。 Semi-Analysis分析师MaironCR指出,他们认为,辉达想在2026年使用2奈米制成技术,但台积电要到2028年才会在第二座亚利桑纳柱厂倒入2奈米,赶不上辉达时程。 然而,要台积电加快脚步,反将削弱其关键优势,也就新制成能达成比对手更高的良率。 而负责制成初始阶段的台湾研发工程师扮演关键角色。 一名熟知台积电考量的人士指出,他们并非不想让先进制成提早进入美国,但当公司扩充新技术时,需要全球研发中心就近支持,这代表他们必须先在台湾扩产。 除此之外,美国也需要将高频宽记忆体HBM安装到GPU模组的先进封装技术。 目前,台积电并无赴美设置先进封装设施的意愿,部分是因为亚利桑纳州的产量过少。 虽然美国IC封装测试大产安靠科技的KoOS先进封装厂在台积电类似设施上线一年后投产,有望填补缺口,但AMKER却无法打造某个用来连接逻辑IC与记忆体的关键封装原件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三星电子此前宣布在德州额外投入200亿美元,投资内容包括打造一座先进封装设施,采用的技术和台积电为灰达封装VI晶片的技术相似。 晶片制造是技术和工业的高峰,但更是一个成本的游戏。 这也是为什么机体电路虽然诞生在美国,其生产制造却在几十年里迅速地转向东亚,以至于全世界80%的机体电路都在亚洲生产。 台积电在台湾建设的不仅仅有晶圆厂,还有对应的研发中心,用来开发面向未来的2奈米和1.4奈米晶片生产技术。 同时,台积电绝对领先的市场地位也会影响人才的流动。 由于晶圆厂建设的巨大投资,台积电甚至带动了台湾建筑行业的增长。 强势的半导体产业和教育体系形成了一套双向反馈的系统,应接生批量地流向台积电和联电这类晶片制造企业,为产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弹药。 这也是为什么Semi Analysis认为,随着晶片封装技术越来越先进,苹果和辉达等台积电客户将发现,将自己从亚洲解脱出来的难度越来越大。 这是因为台积电总是在台湾开发最新的制造和封装工艺,那里的成本更低,人才也更容易找到。 也就是说,产业转移过程中,转移的不仅仅是工厂和生产线,而是与之配套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。 在制造业回流这个语境里,工厂可以转移,但人才的体系却无法复制粘贴。 从1979年至2011年,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40%,与工厂消失的很可能还有配套的供应商、大学的专业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。 人才总会向产业的高地流动,如今西雅图的美国应届生更愿意去亚马逊工作,还是去23公里外的波音工厂打螺丝,不言而喻。 而半导体制造甚至是很多美国人没听说过的职业选择。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位人力官员Kwailen Waller曾表示,应聘者听到对半导体制造业时,尝一头雾水,不太熟悉。 因而,美国试图通过补贴和建厂重塑晶片生产能力,最终也会遇到人才断层的问题。 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先前点名台湾抢走美国晶片生意,引起外媒对台积电的关注。 日媒撰文分析,台湾半导体人才培育的秘诀是产学合作。 英媒则称台湾晶圆厂可以让朔博士每天轮班三班,这些事情其他国家很难复制,追赶上。 根据日经新闻、KKT News等报道,台湾半导体人才培育的秘诀是产学合作。 雄本大学已采用此模式,并和台积电签订协议。 台积电日本子公司JASM及台积电台湾总部,未来都会提供实习机会。 雄本政府也编列预算,包括为雄本大学捷径市增填新的设备,由索尼半导体负担研究经费,进行高效能的半导体研究。 值得关注的是,雄本大学工程学院半导体组建工程学城,是日本首个专门培养半导体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大学本科课程。 该课程已在今年4月正式开课。 雄本大学并设立部分文理课的新学系讯息融合学环,每年计划培育120名以上技术人才。 另根据英国卫报报道,华府智库兰德公司政治学家郭红军表示,台湾劳工教育水平高,晶圆厂可以让硕士、博士每天轮班三班,还有为了支持晶片制造商建立的第二产业生态系统,也是成功的关键。 在此背景之下,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主推的AI加速器GODI-3也必须采用台积电5奈米制程打造,被视为其技术实力的重要展现。 尽管目前仍要借助台积电的代工,英特尔的追赶计划已跨大脚步进行,市场传出台积电赴美建厂以来,英特尔随即启动抢人才计划,大量招募台积电的资深工程师,待英特尔下一代晶片命名,Falcon Shore,还是会委托台积电代工,双方目前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闺妙关系。 加强与台湾的上游企业合作,仍是英特尔现阶段主要策略。 法人指出,高低三游世新KY协助设计台积电5奈米制造,英特尔通过优化供应链,提升代工业务竞争力,台积电已赴美国设厂,英特尔同步享受台系供应链优势,与环球晶等赴美企业借洽。 值得注意的是,英特尔亦同步积极招募台积电工程师,在自家代工部门里,搭建以台积电人才为核心的技术梯队,希望借此做法,彻底学习到台积电的管理和技术能力,显现冲刺的决心。 尽管如此,业界人士指出,英特尔Falcon Shore仍会由台积电300米搭配CoOS打造,抢人才,拼转型的做法,虽已起步,还有待时间发酵。 另外,英特尔在先进封装技术持续发力,采更先进玻璃材质基板、吸光子、CPU技术领先对手。 来自供应链消息说,英特尔近期完成18a主要产品,Clearwater Forest的流片,Takeout,计划推出效能更强的18aP界点。 英特尔并在其半导体制造领域拓展AI技术,如机器学习、深度学习等,提高晶片制造的良率和质量,降低生产成本。 英特尔指出,增加最新AI运算技术的可用性,是企业利用生成式AI实现关键业务成果时面临的挑战。 以奥运为例,奥委会与英特尔合作开发的一款AI聊天机器人Aslite 365,通过搭载高低加速器和Zeon处理器的开放式AI系统,能回应运动员的问题并进行互动。 借助生成式AI应用整合,尽管过去措施某些机遇,但也为英特尔带来新的机会,既是转型,也是重塑自身地位的关键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